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58汽车 我是徐杰 那我现在所在的场地呢 也是北京朝阳公园的试驾场地 那么今天在这里呢 我将要试驾体验 一汽丰田在这个2021年 也算是一款重磅的车型 也就是卡罗拉的1.5升版本的一个车型啊 那我先说一下 那在2021年的一汽丰田 它的这个矩阵啊 也将进一步的扩充产品线 那包括1.5升的卡罗拉 然后还有这个奥林的这个车型 还有像这个荣放的PHEV 还有这个一泽的这个混动版本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叫路放 一个新车型 还有这个K-Cross 那么我身旁的这款1.5升的这个卡罗拉呢 它是采用了一个三缸的一个发动机啊 那么这款车呢 目前我得到的消息是 它可能会是在1月8号的时候进行正式的下线 并且在这个1月份内呢 进行正式的一个上市啊 那在它这款车上市之后呢 这个卡罗拉的这个1.5升的车型 加上1.2T的车型和1.8混动的车型 那么这三个车型将组成整个卡罗拉这个车系的一个产品去镇 那么从这个外观层面我们来看啊 这款车呢 它其实是与这个之前的这1.2T的车型呢 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在这个整个前辆呢 也是采用和以前完全一样的一个设计 那么在这个轮圈的配备上呢 它通过这个不同的配置 也会提供像这个15寸和这个16寸的这么一款车 那么今天我们体验的这款车啊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适中车型 或者是先期造出这么一批车型 然后让我们媒体来体验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尾部啊 它没有这个排量的标识 等到这个正式量产的时候 进行销售有可能会贴上一个排量的一个标识啊 那另外一个信息点啊 最主要是要看到的就是它这个车门这块的 出厂的一个标识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产品的标识 那么上面也写着呢 尤其是这个发动机排量的这块啊 1490 那么也能知道这款车呢 就是一款1.5升排量的一个车型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到车里来看一下 OK 那么可以看到啊 通过不同的这个配置 然后这个车呢 它也是提供了一个这种大屏 那么在之前的这个 1.2T的车型里边呢 像这种大屏是在这个科技版里 所以我们估计这个1.5升 自然吸气的这个排量的车型 也是会有这种科技版的出现啊 同时在这个科技版的这个车里边 这块也有一个液晶屏 那么在这个低配呢 它将是这种机械的圆形的这个仪表 同时方向盘也是这种多功能控制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它推出这个1.5升车型的一个目的呢 其实就是为了完善整个 卡罗拉的这个产品的一个车系 那么我预估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售价啊 应该是会低于这个1.2T的一个车型 那么对于这个三缸车型呢 目前来说之前像这个福特啊 别克啊 其实也是有推出过 那么其实像这个大众啊 它一直还是比较坚守这个四张的这个阵地 那大家最担心的 其实就是三缸车型的一个是 它的这个动力表现啊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可能担心的 像它的这个车辆的一个发动机的一个抖动 那么现在车辆呢 也是 我没有拿到钥匙 那过一会儿呢 我们会进行一个试驾体验 我会在这个高速的时候 它的这个发动机啊 这个转速的一个反应 对于车辆的一个震动的一个感觉啊 我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亲身的一个体验感受 那么像今天的这个提案呢 其实也是要签署这个保密协议的 然后目前我得知的是这个保密协议的一个释放的时间是1月4号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应该也是在这个元旦后了 那今天我试驾的这天呢 是12月21号 那么中间这还有一段时间 我预估它为什么要在这个元旦之后呢 因为刚刚我也说了 因为在这个1月8号可能的时候 然后它是一个大规模下限的这个时间 会是在这个车辆临近这个下限的时候 才让我们露出这个报道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试驾体验一下这款车 那我现在要体验的这款车呢 是卡罗拉的1.5升的三缸的车型 然后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驾驶的感觉 感觉整个的这个起步的这个阶段啊 还是能感觉到这个小排量发动机 以及这个CVT这个变速箱 它在这个前段的时候爆发力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马力啊 其实是要比这个1.2T 之前的这个四缸的车型马力还要大一些 那么这款车的这个马力达到了121马力 其实整体的这个像这个过减速带的这种感觉 是跟之前1.2T的都是一样的 体验机的这个架构啊 比我们的这种整体的操控感 还有的这个悬化给的感觉都是完全一样 那我现在要体验的这款车型就是1.2T的卡罗拉 我们再试一下加速 这能明显感觉到在这个起步出段的时候啊 能不能猜到你要比这个刚才的这个1.5的这个车型 首先发动机的这个起步的时候的这个噪音要小一些 同时在它这个初段的时候的这个爆发力也要比那个1.5会好一些 那虽然说这个1.5的这个车型啊 它的这个整体的马力要比这个1.2T的这个马力要更大一些 但是在这个初段的这个整体表现上 以及它的这个噪音方面啊 我认为还是这个1.2T的会更好一些 那在其他方面呢 这个底盘方面的感受 其实两款车都是一样的啊 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这个卡罗拉啊 这个1.5升三缸发动机车内的震动的情况 因为发动机的那个表面的震动我们就不测了啊 因为毕竟这个车是用来开的 然后主要是坐在车里边的乘客的 它的这个体感 以及像我们经常要握方向盘啊 整体的这个震动感 那么我们就拿这个方向盘为例啊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震动的这个系数啊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是一个稳定的状况是0.3 嗯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1.2T四缸的卡罗拉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现在都是怠速情况下啊 车的这个水温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 OK 那我们现在是来到了1.2T四缸车型啊 这个卡罗拉的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同样的这个位置 它的这个车内的这个震动是多少 它的这个震动要比刚才小一些啊 大概是0.2 但是微乎其微 可以说从这个数值上你可以看到差异 但是实际上体感是感觉不到任何变化的啊 那好的 今天我们这个1.5升三缸的这个卡罗拉 就给大家体验完了 然后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那么如果是考虑担心噪音这方面呢 我觉得大口不必啊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震动仪测试完之后呢 其实你会发现它只有0.1的这么一个数值上的差距 并且呢如果你从实际体感上来讲的话 你肯定是感觉不出它的这一个差异性啊 也就是三缸四缸的这么一个震动 你是用身体是感觉不出来的 那在这个性能层面呢 我们通过这个极加速 其实你还是可以感觉到这个1.2T的这个车型啊 它在这个车步加速的时候呢 会更加的猛一些 同时呢 它的这个噪音呢 也相对会小一些 那这个1.5升自吸的发动机呢 它肯定要想爆发出它这个高凑力 肯定是要把这个转速拉得很高一些 所以它在起身材油门的时候 它的这个噪音也会更大一些 同时呢 在它这个整体的这个加速缓程 缓程体感给我的感觉是没有1.2T的加速那么快 但是我们通过它的这个数据啊 可以看出来1.5升的这个发动机 是要比这个1.2T的马力更大一些 那么最后要说一下啊 那丰田推出这个1.5升的这个卡罗拉 它其实除了降低售价的这么一个层面 然后让这个卡罗拉的这个车系啊 更多一个排量 更多的一个车型的选择之外 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 有这个咖啡的这个法规嘛 那它推出这个三缸的车型 也是为了得到一个更好一个积分的一个表现 那未来呢 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 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 我个人预估呢 它的这1.5升的三缸的车型会比这个 1.2T会更加的便宜一些 所以呢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看它的这个价格吧 如果是相差 我觉得稍微多一点的话 我觉得1.5升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后并且风险卡罗拉一直的这么一个口碑 对不对 那大家可能担心这个车辆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风险早已经考虑到你了 所以呢 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吧 那具体的一个表现 因为今天我们是很短暂的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拿到这个车 然后做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试驾 之下可能会 它的这个感受会更加深一些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